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2303集 孟老板想卖地皮 夏小兰有点惊讶 椰城政府搞的土地拍卖会刚结束没多久 拍卖会的影响已经显露 椰城政府都能把地皮卖到一亩二十万以上 这些手里有地皮的投机者为什么不行 所以整个市价都涨了 甚至受到拍卖会的刺激 这边的地产市场已经像脱缰的野马 当然 刚刚脱离缰绳的桎梏 野马有些茫然不适 只是试探性小跑了几步 如果没有人来制止他 他就要扬起蹄子狂奔而去 再也没有缰绳能套住他 直到他自己跑到累死 或者有人能将他捕杀 这种时候没有人会买地 建省后来穷倒投资的人只是大胆 去年听到点捕风捉影的消息 就赶来买地的孟冠超等人 可不是一般大胆呢 地价涨得这么好 孟冠超为什么要卖地 夏小兰有惊讶也有不解 孟冠超不太自然地搓着手 是有这个想法 哦 是有这个想法 但还没有下定决心到底要不要卖 夏小兰两然 到今年四月十三日以前 这个优先转让协议都算数 超过期限 孟老板打算几时卖地 就与我无关了 夏小兰是去年十二月来穷倒 等椰城土地拍卖结束 又开盘卖掉海天一元 现在已经是新一年的一月下旬 等到今年的四月十三日 穷岛撤区建省就整整一年 孟冠超没想到会得到这样的答案 不是苛刻 而是太宽和 夏小兰的意思是 让他把地皮握在手里 再等三个月看看涨跌 这诱惑力太大了 孟冠超难以拒绝 他感慨道 夏总是个厚道人 夏小兰只是笑笑 卖不卖地 几时卖地 对经历过穷倒地产热的当事人来说 永远难以抉择 没能及时跑脱的人会破产跳楼 离场太早的人又懊恼万分 夏小兰现在买下孟冠超的地皮 孟冠超事后想起来 很大概率不会感激他 会觉得自己离场太早了 所以夏小兰不劝孟冠超买地 什么时候离场 得靠孟冠超自己判断 有的人赚了两三倍利润就满足 有的人赚了十倍利润都还嫌少 夏小兰也不知道 孟冠超是哪种人 干脆把选择权留给对方 不过眼下看来 孟冠超还没有彻底昏头 在形势一片大好时 跑来问他转让协议的事 这时和舅舅刘勇 一样感觉到了不安 受到拍卖会的刺激 和朱穗州的启发 夏小兰可听说 现在有些人就学洋帆地产 并不卖地 还要抵押地皮 从银行继续贷款买地 最好是买夜城的 政府要是不继续往外放地皮 就买私人的 私人也不转让 他们就买穷倒其他地方的 夜城政府都打开口子了 证明整个穷岛的 审批政策松动了 别的县市也会质疑 凭什么只能是夜城能卖地 他们也能卖的 就是投资者不太看好 地价和夜城远不能比 钱再少点的就炒房呗 夏小兰明显感受到 整个穷岛的地产市场 开始炙热 送走孟冠超 应进川和葛建金来说 海天一元清盘的事 还等银行贷款和交税 海天一元为启航赚到了 一千零七十万 这个项目并不大 定价也不比鹏城的 两个楼盘贵 赚的钱却不少 为啥 因为海天一元的地价 太便宜了 像港岛做房地产的 土地是最大的成本之一 轮到夜城 土地成本比不上 其他建筑成本 买的均价没超过五万一亩 盖好房子出售时 地价超过二十万一亩 要是这都赚不到钱 夏小兰真的可以 回家卖红薯去了 但葛建问夏小兰 接下来是不是要 开发新项目 夏小兰有点迟疑 因为启航地产手里 还有不少地皮 启航资本也买入了一些地皮 两边加起来 手里的地皮 要比猪穗州那三百亩还多 已经快春节了 把扫尾工作做完 就给员工们放假吧 让他们好好过个年 不管公司要搞什么项目 都过完年再说 不知不觉 新的一年又来了 农历春节还未至 却是连腊八节都过了 一旦跨入腊月 旧年的尾巴 就一天天过去 夏小兰不仅要给员工放假 他自己也想放假 虽然有许多工作 等着他去完成 比如年底几处生意盘账 比如路程那边 周成送的一块地 到底动不动工 动工又要怎么盖 他要做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一个人若不想闲下来呢 总能找到很多工作 夏小兰却真的想休息了 钱真是赚不完的 他赚了钱也要有时间花呀 于是他非快处理好手里的工作 就宣布今年他已经封笔了 事实都要我签字 我请那么多员工做什么 他差有其事 教白珍珠 怎么做个会偷懒的老板 白珍珠听是听了 一二根就不往心里去 小兰是嘴上说的好听 真的闲下来的时间 超过一个月 小兰就会觉得日子很没意思 骨头缝隙里都会生锈的吧 不得不说 这几年来往下来 白珍珠很了解夏小兰呢 周成要等到二月十号才能休年假 那天是正月初五 夏小兰就在周成单位 一直住到二月一号才离开穷岛 她其实想留在这里和周成过春节 奈何春节那几天 周成根本不放假 一忙起来可能都顾不上她 周成就叫她先回京城去 等她休假 夏小兰来穷岛 和杜兆辉是同一航班 离开穷岛也如此 我还以为你早回港岛了 杜兆辉眉飞色舞 我那么着急回港岛干嘛 我在成岛又买了两百亩地 就在夜城周边 好吧 赚钱是真的很快乐呀 春节对大部分人的意义是团聚 但度假的团圆要实现 有点困难 想从度假挑个人出来 陪杜兆辉过春节都找不到 杜兆辉大概也不想和杜中龙 一起感受什么父子温情的 夏小兰从前 能邀请汤洪恩一起过年 却没办法开口邀请杜兆辉 汤洪恩和杜兆辉不一样 到底是哪里不一样 夏小兰心头有个答案 却一直不想去深究 她很认真的看着杜兆辉 报纸上说 你和一个TVB的女星人在交往 她能陪你过春节吗 杜兆辉脸上的嬉笑一致 我还以为你不知道 我还以为你不想看得到 感谢观看